研究吗 dunno 传统 我穿新鞋子好看吗 好看 最好看的 爸爸 你和妈妈 是怎么认识的呀 那是好多年前的市楼 当时啊 这个城市比现在可热闹多了 满街都是汽车 几千辆几万辆在路上 就像开聚会一样 汽车 汽车就是会移动的小房子对吗 老师说 以前的人可喜欢汽车了 妞妞真聪明 和好多车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都动不了了 那个时候的天气也非常有趣 经常起雾 从雾里看这个城市 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有一天早上 爸爸就从车里往外看 发现那天的雾 似乎变成红色 高楼大厦笼罩在红雾里 阳光一照 像梦里的景象 爸爸随意往天桥上一看 就看见了穿红色连衣裙的妈妈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我下了车 上了天桥 发现原来是雾 把她的白裙子染红了 我和她打了个招呼 一起看桥下的汽车聚会 那场红雾持续了好多年 你就是在雾里出生的 红色的雾虽然好看 但看多了 很多人都生了病 眼睛看不到东西 呼吸也会越来越困难 人们都慢慢离开了这座城市 冷情多了 走吧妞妞 让妈妈休息一会儿 爸爸 你一直说红色的雾 那到底什么是红色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